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蕨类的包子》 赏花 赏风 赏满园春色 鲜艳的花朵经常成为人们赏景的目光焦点 但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还有一群绿色胶客静静地点缀世界 故事要从恐龙活跃的远古时代开始说起 早在四亿多年以前 蕨类植物就已在地球上写下生命的第一个篇章 恐龙脚鞭塌的 嘴里吃的都有蕨类的踪迹 恐龙随着大爆炸灭绝 这个神奇的植物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遍布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繁衍至今 蕨类已发展出超过一万种种类 这个不开花不结果的古老植物 究竟是如何生生不息的存活下来呢 蜜蜜就藏在叶背 这些小小的包子里面 蕨类植物靠着包子来繁衍下一代 完成世代交替 通常我们看见蕨类植物 具有根 筋 叶的植物体 也称为包子体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之后 蕨类的叶背或叶圆 就可以看见包子囊成群生长 成为包子囊群 为了保护包子 有些将叶圆翻卷成假包膜 而有些包子囊群 则会附着在叶子的构草内 每一种蕨类的包子囊群 都有它独特的形状 每一个包子囊内 通常蕴含了三十二到六十四颗包子 囊外包围一圈后臂细胞 称为环带 环带有一柱为口边细胞 包臂较薄 容易开裂 当包子成熟以后 口边细胞会裂开 环带会利用弹力 将囊内的包子弹射出去 包子细小如粉末 肉也难以察觉 藉由水 风或动物的传播 当包子到了合适的环境 便会迅速生长成原液体 也就是配子体 配子体的两端 会有藏精气与藏卵气 精子会透过水分游到藏卵气内 与卵子结合受精后 发育成胚 慢慢长出根 精 叶 成为一个全新的植物体 位于亚热带的台湾 潮湿多雨 是为蕨类量身打造的绝色王国 有机会 不妨停下脚步 细细观察 它们风华绝代的绿色之美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